从总统蔡英文前行政院长赖清德 到民进党主席卓榮泰 一个下午三人接力开记者会 全是因为党内总统初选协调不成 在蔡赖两人相继表态后 卓榮泰这样说 我完全同意今天早上 总统所说的团结合作胜选 是全党上下最重要的目标跟共识 现行所有的初选制度 提名条例办法等等 都是明明白白行之多年 我既然因制度保障而来 我就要为保障制度而生 不等媒体提问卓榮泰潇洒离场 但声明中这三强调制度非他而定 似乎间接否认要赖清德初选民调 让蔡英文3%的传闻 但绿内早就传出不满声浪 认为是身负协调大任的党魁 让党走入困局 不少人直指卓榮泰误判情势 因为当初卓榮泰请托各派系代表 直接沿用授权中职会来订定总统初选办法 还排除现任优先 就是想压缩初选时间 让蔡总统定于一尊 党中央也有更多时间处理另一位选举 但赖清德半路杀出打乱毫无防备的 卓榮泰单一布局 另外泄系出身的卓榮泰 尽管在各派系协调下高票当选党主席 但在蔡总统赖前院长绿营两大咖中间 瞧不瞧得动引发质疑 加上卓榮泰多次在没协调的情况下 就抛出预告性揣测性的言论 是否不够中立也引人诟病 他比我们大家更煎熬的是说 他都不能去有任何其他的 就是说作为或者去论述他个人的想法 尽管台面上绿营人人喊团结 但蔡赖内战难解 身为党主席的卓榮泰难辞其咎 欢迎新闻简运林黄云廷台北报道